很多人估计都在战争片上看到过 士兵和军官同吃同住 活食一样各种待遇一样 其实这只是在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场景 人类自诞生以来便有了森严的等级划分 有阶级就会有比较 在抗战时期 我军士兵的活食想必许多人都从历史上了解过 红军过草地的吃糠叶菜 主皮带啃草根 和清华日军掠夺中国人民菜产后 丰富的伙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军中同样划分着严格的等级 这一点上 从伙食上就能明显看出士兵和军官的差别 士兵们的伙食是固定的 金米 金面 鲜肉和蔬菜等都是定量的 到了日本军官那里 同样定量的伙食却被玩出了更多的花样 像鸡蛋豆腐 烧鱼 牛肉大虾 金枪鱼等 都是日军高级军官食谱上经常出现的菜式 还有饭后水果甜点 保证维生素蛋白质的均衡摄助 可见士兵和军官伙食的差别 相比之下 我军的伙食就寒酸很多 日军能够在远离国土的中国吃这么好 光靠后方供需肯定是做不到的 这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对我国百姓的掠夺和抢劫 我国军队不会对自己百姓做这样的事情 虽然伙食明显跟不上 武器也落后 但是这样的情况 仙烈们还是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将日寇们赶走 现在仙烈 那段日子真的值得全体国民永远铭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